影帝任达华4月18日在香港中环某酒店出席新电视台开播发布会 通场出席的艺人还包括吴卓熙杨一等 任达华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十分有梦想 如今多了一个平台等于多了一个机会 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在娱乐圈发挥各自的才华 那除了寄予新人之外 任达华是不是也已经谈好和这个新的电视台的合作了呢 其实现在还有这个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了 但是我觉得多一个电视台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以后有很多不同的合作机会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是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不要放弃自己 我们应该好好的把电视台的东西学好一点 其实任达华和名模特儿太太琪琪的14岁爱女人情家 一直被誉为是最美新二代 小朋友遗传了父母的完美身材 小小年纪已经身高170 还是个美人胚子 早前为香港某公司拍摄写真后的成片 完全就是一个明星的感觉 那如果女儿对娱乐行业有兴趣的话 相信任达华和琪琪也不会反对孩子入行吧 她也是小的 她暂时都看到我的电视就OK了 我想她对这行业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兴趣 我觉得小朋友 让她有小朋友现在的开心 让她大的时候她有她的选择 我觉得最重要她大的时候 让她自己选择到自己的中性职业 其实这件事是最开心的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